接着国际新闻焦点先来关注乌俄两军在巴赫姆特已经缠斗9个月了 现在进入城市巷战 乌克兰媒体发现俄军带来200毫米口径大炮 而且兵力已经增加到是乌军的4倍之多 现在还传出克里姆林公发言人的儿子 曾用假名加入瓦格纳集团到乌克兰前线作战 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 俄乌基站将近9个月 实际战化到底如何 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公布的画面来看差很大 俄罗斯公开二军坦克部署在巴赫姆特外围 用炮机掩护突袭部队攻入城西区 往坦克车的内部一看 炮弹堆满了整个驾驶舱 就连士兵都是坐在炮弹上 就是打算一路炸过去 而在城区内巴赫姆特整座城被炸到焦黑 空拍画面看得更清楚 遍地焦土又如死城 唯一移动的车辆是要攻击俄军的乌克兰坦克车 炮弹瞬间击中废弃建物殲灭目标 遍地是火光 炮弹声多到分不清楚到底从哪个方向来 乌克兰记者冒险艇进巴赫姆特直接报道 乌军带路沿路不敢逗留 也没看到任何居民 乌克兰 打到巷站 尤其在夜晚更是戰火最激烈的時候 跟著烏軍摸黑前進 潛入某棟建築物的地下室 才發現這裡是烏軍的地下陣地 俄烏兩軍都用被炸爛的建築物當掩護 戰士焦灼到連推進一個街區都很困難 你們有多少次他們更多? 你們怎麼會想 有多少個民眾 多少個民眾都已經進行了 對 他們 俄軍用人海戰術 還派出了200毫米口徑大炮 但真正難對付的是 躲藏在破爛建築物地下室埋伏的俄軍 烏克蘭知道任務艱難 但也不願輕易放棄 現在的一線希望就是在烏南陣線 開始春季大反攻 不過俄軍戰線不斷擴大 烏克蘭南北還同時遭到空襲 從哈克蘭在北到奧德斯在北 暗夜的暗夜 不能避免延似的影響 被困難 俄軍說 攻擊整個西方前線 俄軍密集的空中攻勢 看似炮火猛烈 還造成烏克蘭平民死傷 不過美軍最高階將領近期指出 俄軍投入的比例和成果 不成正比 看衰俄軍 就在此時 普京的親信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 佩斯科夫的兒子 突然稱自己曾經用假名 進入瓦格納 還到烏克蘭前線當炮兵作戰六個月 瓦格納證實了 佩斯科夫是普京最信賴的左右手 傳出是他親自要求兒子一定要進烏克蘭作戰 是為了博取普京新任嗎 還是瓦格納勢力滲透的第一步 恐怕又讓內鬥傳言更引人關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二五戰爭美國智庫研判傳聞已久的春季大反攻 或許已經展開了 因為烏克蘭部隊已經成功跨越地涅薄河 在河的東岸建立新的攤頭堡 為了絕地大反攻 烏克蘭持續的訓練新兵 美國也證實很快就會為烏克蘭士兵訓練 使用M1艾布蘭主戰坦克 對於這樣的砲擊聲 烏克蘭東南部居民見怪不怪 他們早能聽聲變味 甚至能感受出炮火聲不如過往密集 是否戰況有變不得而知 不過根據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的分析 表示烏克蘭軍很可能已跨越地涅薄河 到達東岸的惡控區建立反攻攤頭堡 地圖顯示烏克蘭軍抵達的位置 就在對岸的奧列時機震 甚至有穩定的補給線 不過對此俄羅斯扶植的傀儡手掌 否認到底 暗夜中戰機聲呼嘯而過 緊接著下一秒 隨即傳出轟然巨響 俄軍出事不力 上週末還發生蘇凱34戰機 誤炸自家城市貝爾哥羅德的烏龍事件 更慘的是該去隔天又發現另一枚未爆彈得疏散三千多人 美國推降研判 俄軍原本可能是想用戰機遠處轟炸 烏克蘭沒想到自炸出糗 將被俄羅斯的衛爆彈 烏克蘭也還有數不完的地雷有代清理 受害居民在協助下好不容易重返 住家卻只在殘骸中找到兩本相簿 吳冰坦言這裡的掃雷進度慢到不行 因為到處都測得到金屬信號 為了安全 前線的俄軍進攻前還是得仰賴無人機謹慎觀察 卻發現前線的俄軍也還在大挖正好虎視眈眈 鏡頭另一邊 烏軍持續為大反攻準備訓練更多志願兵 除了學習基本的用槍技巧 也模擬在戰場上快速匍匐前進 好在最短時間抵達傷兵位置做處置 即先前德國的鮑爾坦克車 美國證實很快將在德國訓練 無兵操作M1艾布蘭主戰坦克 而且交付時間將大幅縮短 美軍退江認為接下來90天 殭屍俄巫戰最關鍵的時候 卻也擔心烏克蘭的空中戰力似乎太薄弱 為了持續施壓俄羅斯傳出G7成員國 正考慮對俄羅斯實施接近全面性的出口禁令 俄羅斯放話如果G7敢這麼做 將終止黑海糧食協議作為報復 第一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